哈喽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萨姆耶宝宝 这个是我全新的动画形象 虚拟数字化主播 嗯,可爱吗? 抱歉,停工了这么久 因为,为了研发这个技术 足足花费了我一个半月的时间 驱动我的面部表情 只需要一个iPhoneX 而且是实时渲染哦 在很久以前 我就想让宝宝实实的开口说话了 嗯,you know,就是那个狗狗宝宝 当然,我也是宝宝 嗯,终于我发现了iPhoneX的FaceID功能 iPhone只是用了这个功能 做了一个emoji的表情包 真的有点大材小用了 因为FaceID的TrueDepth扫描系统 能发出3万个红外线定位点 可以精准的捕捉面部的表情 并且在1%秒内储存数据 如果将这些数据传送到电脑里的虚拟形象 就可以实现驱动动画了 那就是现在的我了 嗯,嗯,哈哈 看,现在我的表情很丰富吧 比如说,嗯,好吃 嗯,嗯 生气 还有亲嘴 怎么样 简直被自己蒙爆了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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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请忽略屏幕后面那个人 他的表情简直太正名了 所以,嗯,必须给他倒上马赛克 因为我要达到卡通的动画效果 所以,表情要做得特别夸张才能驱动起来 所有的这些数据都要通过WiFi 从iPhone实时的传送给电脑软件虚幻4 如果网络不好 You know 就会变卡 嘿嘿嘿嘿 其实早在去年开的Lightning的IT男 就用iPhone实现了实时捕捉技术 并且获得了Seagraph大会的冠军 我看到了这个技术非常感兴趣 所以,我也想搞一个 虽然我不是搞IT的 我就去他的视频下面找了各种资料 又去虚幻4的官网 找了各种bug的解决方法 没想到,最后竟然成功了 哇 哈哈哈哈 但是现在还不够完善 You know 我还没有长毛 而且我的小爪装还不能动 因为捕捉全身动作的那个设备 要好几万呢 我已经花了不少钱买iPhone了 现在都已经穷枯了 不过现在我这个造型有点像耶稣 You know 新的一年 我将以崭新的面貌 获得重生 耶 做动画的人都知道 3D形象的动作和表情都需要一针一针调整才能更加生动 有了这个技术可以大大的加快制作效率 节省时间成本 以后我每天都可以出一段小视频 比起原来我要花费一整个星期的时间做两到三分钟的口型 现在我可以更频繁地跟大家沟通了 甚至可以直播 直接回答粉红的问题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 觉得我可爱的 一定要关注我哦 嗯 等我下次的更新 下次一定会很快哦 耶 关注宝宝 转赞平 摸摸搭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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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